若有事 可想不要哭泣 因为你是我的兄弟 唱红你是我的兄弟的66岁台语唱将高相鹏 19号传出跌倒昏迷消息 苹果新闻网致电求证 由高相鹏儿子带接电话 并表示 上周五爸爸出席家族聚会 凌晨搭计程车回家 没想到回家过马路时不慎跌倒昏迷 幸好有一名机车骑士经过 立刻打电话叫救护车 送往双合医院抢救 急救过程 高相鹏一度呼吸停止 虽然已经救回 仍然昏迷四天 目前仍在加护病房治疗 接下来还要做核磁共振 做进一步检查 现在高相鹏儿子唯一希望就是 爸爸能够早日醒来 过去高相鹏唱红对手 连杯酒不气啦等台语金曲 韩方一瓶两人更是经典情歌搭档 曾拿下第八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奖 虽然两人后来拆货 但仍维持好交情 我们两个就是从一开始合作到现在 就是一半的交情 一个人拿一半 我认为不管什么口水歌不口水歌 我认为口水歌 没唱过都有新歌嘛 对只要谁唱 人家只要这个歌很好 只要音乐很好就不分了 我一直认为这样 面对昔日搭档昏迷消息 方一瓶向记者透露 高相鹏摔倒昏迷隔天 自己就连忙赶到医院 希望能够探视 无奈因为疫情 加上加护病房开放时间有限 让他不得其眉而入 只能天天打电话给高相鹏儿子 关心嘴心病况 他说 我跟高相鹏情同家人 因为他不拘小节 我们彼此个性互补 相处不像兄妹 更像无话不谈的姐妹 我听到他昏迷时 第一时间根本吓到哭不出来 我有请朋友 替他到新竹妈祖庙求签 现在只希望他快一点醒来 只要能醒来就好 醒来才能慢慢养好身体 便希望大家能为高相鹏集气 希望大牌赶快好起来 赶快醒过来 他那么孝顺 然后对朋友也那么有其有益 那也希望所有所有的好朋友 我们一起来帮他集气 让他赶快醒过来 大牌一定要赶快醒过来 而高相鹏原定11月6号 和方英平一起出席 台南市文化局举办的 2021宝岛歌人会 用程再相逢 能否按照计划开场成为直述 娱乐动新闻 祝早日康复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